好 讓我們歡迎我們最佳單曲製作人 歡迎兩位 來來來 剛剛這個 先跟我們的媒體朋友們打招呼好了 好了 現場的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徐佳瑩 我是陳君豪 是 想請問一下兩位現代的心情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啊 那個一般講完走到新聞中心很近 有沒有覺得很快就到這了 所以那個情緒可能還沒有消化完 完全耶 完全 還成 因為我發現每一個人來的時候都是震驚的 還在那個shock裡面對不對 對啊 蠻驚喜的 而且剛好弄完演出有點放鬆 是 對啊 所以 知道得獎的那個當下 感覺怎麼樣 很驚訝 因為我覺得入圍的所有其他歌曲的製作人也都非常厲害 都非常優秀 對 因為其實這次入圍的每一種曲風 或每個地方那個特色都完全是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評審好辛苦 對 但這首歌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是我跟許家瑩在面對創作或面對當時露營比賽一個 覺得很掙扎 然後很 就是很覺得面對這些壓力或創作 那種壓力排山倒 倒汗而來的創作 然後現在在一個金曲獎中得到肯定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 蠻過癮的 而且很有意義 去嘗試 因為我覺得蠻符合這首歌的那個精神 就是對音樂豁出去的那種感覺 哦 那時候當然老師跟你講說 我們試試看那樣你心裡 我覺得因為是他 所以我很放心 很放心 也是 就玩得很開心 好 那我想的我們現場應該有這個 媒體朋友想要發問 你有想嗎 你問他 他已經兩個了 而且他因為他有兩個嘛 我一個 然後我們常常在錄音室最常聊的話題 就是他會很認真的奉勸我不要再生了 就是有一個就好了 他是以音樂製作人的身份 他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有兩個小朋友真的會太耗神了 就怕到時候會太辛苦 就是如果又要做音樂 又要當歌手 然後如果又要照顧兩個小朋友 怕會比較困難 你也聽他的耶 在這一方面你也 沒有啊 我就是 不是很腿嗎 剛好聊到這一題嘛 好好好 想說 那個音樂想說嘗試OK 他講OK 生小孩這件事他講也OK 這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啦 過來人的經驗 所以要怎麼慶祝 沒有而且補充一下 而且要是他去生的話 我就失業了 對啊 所以我當然 站在我的立場說 拜託不行 什麼啦 所以是私心希望他也不要 沒有就是過來人的經驗 加上坐月子也要一年 至少一年 所以重點是有想要慶祝嗎 當然會啊 其實 對我等一下就要去 會有慶公宴對不對 會嗎 應該有慶公宴吧 不會 沒有搖頭 有還是 有自己的慶公宴嗎 大家會 沒有邀請大家去的那種 對小小的慶祝一下下 對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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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但是很開心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場還有媒體朋友 想要提問的嗎 這邊 來 請問 壓力很大 怎麼紓壓 其實就是 我還是會靠聽音樂 然後吃吃喝喝啊 跟朋友聚在一起 而且有時候 做專輯的時候 雖然會有壓力 但是聽到好的東西 也會覺得也是一種紓壓 是 也是靠音樂來療癒對不對 畢竟你的歌也讓很多人 很療癒 很紓壓 那也希望兩位 繼續製作很多的好歌 放送給大家囉 恭喜 我們這個第三十三屆金曲獎 最佳單曲製作人 恭喜陳俊豪老師 還有十三音 恭喜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開啟小鈴鐺